好 来 凯撒林孔 你有读者遇过 高检署认证的国家级渣男 这个渣男是我跟读者一起遇到的 然后他被我 你们一起遇到 他被我放在书中的最后一章 因为我也变成了 故事中的其中一个人 就是有一个 我这个读者 她是一个非常漂亮 美艳的美魔女单亲妈妈 她是老师 然后她认识了一个 在报社工作的记者 这个记者小他16岁 然后这个记者其实 他长得很像中东人 但是是那种就是 比较邪恶的中东 就你看他的长相 就知道他有一点点的邪气 但是他觉得自己超帅的 他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这个记者呢 他不停不停地劈腿 外遇 偷吃 骗炮 他最后呢 就是跟一个黑道大哥的女朋友上床 结果被黑道大哥抓到 结果那个黑道大哥就叫小弟 就是请他是请他 没有人压着他 请他到道场去 他就说 对不起大哥我睡了你的女人 然后请你饶了我一条狗命 就是我以后一定不会再跟您的女人 有任何的往来 他最后磕了八个响头 因为我有那个影片 就是我都看过他到底磕了几个头 那他在这件事情过后 而且非常的扯 后来黑道大哥就是小弟就问他说 那你要怎么样就是善后这件事情 没有人打他 没有人骂他都没有 那男的就不知道 就愣在那边 后来那单亲妈妈是陪他一起去下跪的 单亲妈妈在旁边看 单亲妈妈就说 不然这样好了 他说他正好有二十万 那单亲妈妈就帮他付了二十万 然后帮他付了这件事情非常奇怪 人是他在睡 可是是单亲妈妈在帮他付折修费 这单亲妈妈干嘛 因为那个女生真的是太傻 我觉得有很多单亲妈妈都会有一些 很奇怪的那种就是觉得自己配不上别人 所以很容易去原谅别人 那单亲妈妈甚至在这件事情过后 他以为这个渣男会重凉 因为真的是太恐怖 你被叫去下跪嘛 他还他想说好 那我就帮你买了全新的手机 12 Pro Max 然后还帮他买了全身的衣服 想说让他重新做人 像从监狱出来一样重新做人 结果呢 这个男的 因为他下跪的影片 黑道大哥把他传到报社区 所以其实记者们都知道了 都有看过这样的影片 那男生就觉得好丢脸好丢脸 我不要再报社上班了 结果这时候呢 他来了一个桃花 就是他在市政府里面就是碰到他 就问他说 你要不要来当我的机要秘书 结果这男的同意了 他就去当这个局长的机要秘书 可是因为市政府里面的生活 真的非常的辛苦 他又吃不了苦 后来他真的吃不了苦 他又回到报社区工作 然后后来因为他 回报社工作之后呢 这个局长用了一个明目 给他每个月的特别费 就是他只要帮忙省新闻稿 他一篇就是八百块 因为那个黑道大哥有叫车子 跟踪他 发现这个渣男还去 基隆的铁路街 漂进 所以就知道他这个人 从头到尾都没有改过 那单亲妈妈就来跟我爆料 那时候我都是写在粉丝页上面 那流量超高的 可是你知道吗 没有多久后 奇怪我的粉丝页就是被停权了 然后我的IG也整个被删除账号 那那时候因为有一些 其实那时候 其实我的粉丝页很多记者会看 然后有一个记者就跟着报道这件事情 然后还放了他的影片 可是没多久 那个记者放的新闻的页面 就显示404 就是都被下架了 为什么 后来我们才知道说 那单亲妈妈才告诉我说 这个渣男 他的爸爸是调查局 前调查局 然后呢 我的文章上架的隔天 这个渣男好久没有跟 这单亲妈妈联络 他就打电话给单亲妈妈 他就说 他怎么可以写我很胖 他在意的点不一样 他非常在意我在文中写他为胖 他希望我不要这样写他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渣男的 他只想维持他的形象 那后来没有多久呢 我的那个出版社 就跟我说 收到纯正信函 就他因为他找不到我嘛 那我有出书嘛 他就把纯正信函寄到时报去 他就把我写过他什么东西 然后都列出来 就是他把自己的罪状 调列式就对了 反正后来就整个东西 就是进入到法律程序 他甚至拿他下跪的影片去 去警察局说 也一起告那个单亲妈妈 他告我是告妨害名誉 那我觉得很奇怪啊 你没有名誉的是 你本来就没有的东西 别人要怎么妨害你 因为其实我在那一篇写完之后 很多记者都还跟我说他的事情 然后后来当然就是不起诉啊 因为我们都是讲的是真的 而且是这个男生的行为 确实是危害到我们的公益 因为他是官员 然后又是他会记着 他会用一些他的文字去 改变社会上大家的想法 这是不好的行为 那后来他被不起诉 他又不爽啊 那家男就是一直告一直告 他不停地提上诉 不停地提上诉 最后他交付审判 就大家可能对法律不知道 交付审判就是当你被驳回的时候 你就是永远不得在上诉 反正他就是一路挤满了四个点 就是你被驳回一次 你就是被盖一个家男点 他最后就是被驳回之后 他就是高检署认证渣男 就是不管我在什么地方 讲他的事情 我怎么写他的东西 他都不能再提告 因为你就是法律认证 你就是这个样子 我跟单亲妈妈跟他的官司 其实缠了一年 因为他不停地上诉 不停地驳回一年 可是我后来觉得 其实这件事情 是有社会意义的 因为我发现渣男 真的都很爱告人 他们会乱编一些名目去告人 然后浪费 就是社会的警察资源啊 司法资源 可是他们的目的只是要 我要让你害怕 那我觉得女孩子不要害怕 不要就是我觉得 法律有时候 其实还是长眼睛的 谢谢你的提醒 但是呢 我们汤正伟老师 也可以提醒你 哪些守面相的人 感情上会作恶多端 来看一下守面相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他的守相当中呢 有没有一个比较容易 会欺骗人的纹路 好 欺骗人的纹路长怎样呢 就看我们的感情线 感情线呢 在三条主线的最上面这一个 那如果你的感情线呢 从小指的这个外侧延伸到中指 刚好这个地方呢 就停下来了 然后又刚好分岔 代表什么呢 这样的人其实非常的有能力 而且呢 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例如说他想要什么样的事情 什么样工作 他脑筋很清楚 甚至于他喜欢什么样的人 想要得到什么人呢 他都会先答正再说 例如说他达到这个目标之后呢 OK了 反正达到目标之前呢 他可以谎话连篇 因为他可以 所有的话都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 然后去编很多故事 所以他脑筋呢 算是还蛮清楚的 只是他脑筋呢 聪明用错的地方 因为他想要他自己变得更好 然后达到他要东西 所以他会让人家感觉 他是一个比较有嘴滑舌的人 所以为了达到目的呢 就会有点谎话连篇 所以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 真的就像刚刚周老师说到 可能呢 这个男生真的太有才华了 然后一见面呢 你就觉得说 哇我可以把我所有的权利啊 跟资源都给你 如果一般女生可能就会 真的是晕船 所以如果遇到这样的人来讲的话呢 其实他能力不差哦 其实他是能力很好的 所以他因为他的能力好 他知道他自己有背景 所以呢 他会用他的背景 他的优势呢 去对每一个女生 或是他合作伙伴 让他很幸福 所以又加上他口才也特别好 所以如果遇到这样的人来讲的话呢 真的要特别小心哦 所以这种事比较属于这种 以自我为中心 但是可能会骗人的 为了达到目的 好那第二个呢 就是很暴躁的 情绪很暴躁 情绪很暴躁呢 如果你自己本身有这个首相的话 也要特别注意 看我们的生命线 如果你的生命线呢 末端 这叫末端 有三叉 三个分叉线 叫三叉线 如果你有这个三叉线的话呢 代表这样的人性格呢 比较容易暴躁 有这种暴力的因子 好那这个呢代表就是说 因为他的个性呢 就是属于积不得行的 如果你今天讲一句话说 你一定做不到啦 你绝对不行 那他就努力的做给你看 那往好处看了就是说呢 这样的人 他对于他自己的本身的个性跟命运呢 比较不服输 如果往优点去放大的话 他会开创他自己属于人生的一条康庄大道 他自己可以闯出一条深路来 但是呢往坏处呢放大一点来看的话呢 就是你一旦激他说 你绝对不行 一直否定他 一直去考赛他 揶揄他的话呢 那他就会让他的这种暴力的个性潜质呢 就会展现出来 就像刚刚讲的 可能他在喝酒了 喝醉的当下 不要去那个激怒他 可能他就打人了 或是在他不理性的情况下 不要去触碰到他很在意的点 如果你触碰到了那这样的个性的人呢 他比较会在这个当下控制不住他的情绪 那危险就会发生在你身上 所以这个命格 这个首相当中呢 如果他的生命线末端有三叉线的话 就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样的人来讲 他就是做事情呢 就像急经锋一样 他就是要什么 他会很快的去达成他要的 所以个性急成功来得也很快 但是呢 失败当然也会很快 因为被急之后呢 他就会做出一些不理性的事情 好 这是第二款 第三个呢 就是脸上比较好色一点 好 来看一下 如果呢 你的眼睛 看眼神 因为眼睛呢 在面相学是通心的 好 那如果呢 你的眼睛就是属于眼白呢 稍微比较浑浊 然后有一点红血湿 如果你最近比较累 那当然不再此限 可是你常常看到这个人呢 他都是这种状态的话 那就要特别注意 如果呢 他的眼白呢 比较多红血湿 而且呢 他的眼尾又比较下垂的 好 还有一个 还有一点呢 就是他的卧蟬 卧蟬呢 就是下眼睛 比较肥美 但是呢 是偏灰灰的 不是过敏喔 过敏是黑眼圈 对 刚那个渣男就是长这样 对 真的 如果你的卧蟬 是比较大 然后呢 又是这样灰灰的 有没有 那代表什么 重欲过渡 对 就是他的那个欲望啊 还有他的情感啊 的这种 身上限速 比较强一点点 所以如果说 加上眼白比较浑浊啊 眼尾下垂 这样的人来讲 他确实比较 纸醉鸡迷的生活 而且呢 会贪图美色 例如要跟他谈任何的交易 或生意 找一个像老师 或在座漂亮的女生 过去陪一下 就可以了 因为呢 只要投其所好 就没问题 什么都好谈 有些人可能就是谈生意 要喝酒 那这种人呢 谈生意呢 就是带他去这种 深色场所 就一次搞定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是喜欢这种 比较 迷烂的生活 然后有女人的 有这种欢愉的地方 特别的吸引他 所以要特别小心 好 那 但对感情 一定没有中程度 因为他毕竟就是 什么都可以接受 什么都可以玩 好来看一下呢 第四个 花心相 跟刚刚那个 有什么差别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要看眉毛的部分 如果你的眉毛呢 比较属于杂乱型的 而且呢 眉尾比较散乱 然后呢 不聚 不收就是不聚的意思 就是因为很散嘛 可能他可能变哨把眉 后面这样岔开的 像这样的男生来讲的话呢 因为他的心性不定 他看到任何的东西 都充满了所谓的好奇心 对这个人有好奇心 对这件事情有好奇心 那好奇宝宝多了之后呢 他就变得不忠诚 不忠实 所以这样子来讲 他相对会比较花心一点点 那我们讲眉毛呢 是属于娇有功 如果呢 你的眉毛 是从头到尾 都是比较聚的 有头有尾 然后中间没有断的 这样的人来讲 当然他会比较 就是比较有诚信 但是如果这样的人来讲的话呢 他做事情半途而废 对一个人 不会有耐心 所以也没有什么 我刚刚讲没有忠诚度 所以如果你遇到这样的男生的话呢 如果他跟你讲说 我一定会给你一些什么 海枯石岸的誓言啊 那真的是烂嘴啦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呢 像这样的个性 如果你自己本身 有这样的眉毛的话 也建议你可以去做一些美容 例如说画眉啊 或者是去雾眉啊 我们可以从面向 向游新生 从面向呢 去改变你的心性 都会有帮助的 所以以上的四款的守面向呢 提供给各位女性 但男性的朋友 也必须要参考一下 欢迎的命理大师 现在都在 命运好好玩 开运服务 包含神准算命 开运商品 开运秘法 请上网搜寻 命运好好玩